大家好,我是美味小水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风味小吃酒鬼花生的做法 做出来麻辣酥脆爽口,又香又好吃 下面来给我们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做酒鬼花生要选用这种颗粒饱满的大花生米 然后把这些花生米的皮都给去掉 锅里不用倒油,把花生米直接倒锅里用干炒的方法去皮 这里一定要用最小火翻炒 把花生米炒热后特别的好脱皮 好朋友,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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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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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加入小把的花椒进去 这里用中火翻炒,炒出里面的香味、麻味和辣味 然后倒入刚才炸过的花生里,进去翻炒 加入一勺盐和一小勺白糖 再翻炒两分钟左右关火 然后往锅里加入几滴白酒 快速地翻拌均匀 这样的花生米就算放的时间再长也是酥脆的 好了,咱们这个酒鬼花生米就做好了 先倒入一个大点的盘里面摊开晾凉 晾凉后,花生米的口感会更加的好吃 这样做的花生酥脆爽口 口感又香又麻又辣 特别的好吃过瘾,是过年必备的一个下韭菜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大家关注点赞转发下 咱们下期视频见